以前许多的观光客来到台湾旅游 第一个想到了景点 不是台北101 就是日月潭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充满在地风味 讲求互动体验的农场旅游 成为许多大陆 以及东南亚背包客的最爱 根据台湾的观光局统计 2013年的外国游客 到台湾农场的体验人数 就超过了26万人 这是历年来了最高 特别是新马地区 就占了将近一半的比例 接着就跟随我们的镜头 来体验一下这些休闲农场的魅力 都还没开始挤牛奶 尖叫声就已经传遍四周 这里是苗栗的非牛牧场 来到这一大片碎绿的青草地上 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和牧场动物来个亲密接触 牛妈妈加油 牛妈妈加油 这座美丽的牧场 每年总是吸引大批台湾民众 诺民而来 不过这次多了些新面孔 这些游客来自四面八方 有新加坡 马来西亚还有大陆和香港 青涩都是媒体人 要用自己的方式体验台湾在地位 我们就是在凤凰U Radio做DJ这样子 所以就是来台湾就是有很多挑战赛 对 农场的挑战 那这个在香港有看过 有试过这样的东西吗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试过 香港都农场都比较少 你帮我拍一下 好 我来 哎呀 哎呀 她是Tina 新加坡超人气的部落客 来台自助旅行的经验超过五年 不过这位美丽的年轻女孩 不往热门观光景点跑 偏偏就爱农场这一位 我们在做彩繪牛的这个DIY 对 然后我们在这个飞牛牧场这里 这样的东西在你们新加坡 有没有类似这样的 没有耶 我们那里很少农场的这种东西 所以来台湾是个很好的体验 所以第一次来到台湾 不是耶 因为之前有去过很多不同的农场 像清净啦 像葛丽啦 偷城啦这些 对 可是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 可以问一下来了的时候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这里很有那种 美国牧场的那种感觉 这群人不是媒体记者 就是超人气布洛克 因此每到一个地方 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相机 那只按快门的手指头 似乎没有停下来的一刻 看这里 看这里 到了农场 这群来台经营夫妇的旅客 舍弃粗豆腐 鱼拉粘等知名的台湾小吃 因为吃对他们来说 似乎是体验旅游最重要的一款 这个是我们水草的大叶田香 那我们那个猪脚就是用这个 大叶田香去乳的 它的甜度蛮高的 你是从哪边来 北京 来过台湾几遍 六次了 那对你来讲台湾的食物 跟你们那边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尤其是这一次的农场旅游 它比较清淡 然后比较有机没有添加 然后觉得它很注重在地的食材 吃得真的好开心 就是说我们那里 好像至少有一点 我们的盆位这么大 这里的盆好大 另外的材质 还是非常非常的精细的 野菜 肉类全都是出自农场 看得到就吃得到 大走养生精致路线 不只食材到底台湾味 互动式的导览 加上农场主人亲子下海解说 完全要满足这群外来宾客 对台湾农业的好奇心 它们的食物 它跟我们常常吃的食物 是不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那这个一定要冻在水里面 它你看它很香 所以我们就把它入到番茄里面去 事实上这两年台湾农场旅游 渐渐成为外国旅客自由行的 一个热门选项 根据统计前三名分别是大陆 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 特别是新马地区 光是2013年就有11万人 选择来到台湾农场 占了外籍游客的人数 将近一半 我们现在大家走在这个地方 叫做天空古道 来到充满绿意的玻璃屋里头 赏花甚至悠闲喝喜下午茶 陆客来台自由行即将迈入第三年 走马看花赶情城早就不流行了 取而代之的是深入台湾生态和文创 体验旅游书上看不到的一面 陆客来台也好 或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贵宾来台 他们以前就可能真的就是 以那个故宫啦 101啦 或是瑞坦阿里山为主 但是当他第二次 第三次要再来台湾 那要给他什么 但是我们现在的旅游早就已经 那个变成就是说一个生态旅游 可能早上一个点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的景致很漂亮 不只是拍照而已 深入台湾农场生态 体验文创阮实力 这群大陆以及东南亚的 媒体记者和布洛克 实现了梦想中的台湾深度游 所按下的每一道快门 拍下的每一张照片 更是成为台湾推广农业旅游当中 最佳的代言人 加油 第二集 sequel 很小绅 得莫